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十斤炒鸡蛋 家常版 简单制作 我们先将这个配菜给它切成丝 我喜欢用的配菜有白菜 萝卜 芹菜 还有黑木耳 这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可以调整的 我们在这个碗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这个鸡蛋好像还挺坚固的 然后给它加入适量的生粉 加入一小勺就可以了 大概5克左右 加生粉就是为了煎出来它更能成形嘛 如果家里面有那个不粘锅或怎么样 你可以放也可以不用放的哦 放生粉有助于它定型的 我们在平底锅里面加入一点点油 油热以后下入鸡蛋 煎鸡蛋应该大家都会煎的 所以说按照自己的方法把它煎熟就可以了 煎熟以后盛出来了 放凉了以后再把它切成丝 新极的也可以 现在也可以切它 煎鸡蛋你可以 分两三次倒入鸡蛋液 这样的话煎出来它会层次更多更薄 但是像我这样煎出来的也可以的 就是口感稍微粗粗一点 炒菜最好用铁锅 这样炒出来比较香 放入适量的油 油烧热以后 放入大蒜扁香 然后放入 放入白菜 蘿蔔 蘿蔔 把它煎软 然后再放入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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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炒均匀以后 开始开始给它调味 放一点点生抽 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食盐 洗锅之前最后给它放入蒜苗 清蒜苗 这样翻拌均匀 蒜苗炒熟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装盘 我刚才尝了一下味道真的很棒 分享给大家 它特别的鲜做出来 没有放蚝油 没有放很多调料 但是做出来特别的鲜